來開個箱 這個是VBM 義大利的咖啡機 家用的小型商用也許也可以 這個叫VBM Domo Bar Super 它其實有好幾個版本 Domo Bar是一個 Junior是一個 Domo Bar Super是最高階的 它有手動版本跟完全電子操控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有手拉霸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先看這一台啦 對其他型號有興趣的話 這次他們咖啡展會展 他們攤位在P913 想要實際操作的 可以去攤位看一看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來看一下 到底裡面長得怎麼樣 我覺得蠻可愛的 他們這個Domo Bar 那其實1970年就開始做了 義大利的 這個是機械側板 它這個側板有六個顏色 如果你要換配合你的裝潢 還是什麼的 這個側板是可以加購的 這是它的配件組嘛 雙份、單份、還有一些刷子、清潔劑、豆勺、逆洗粉 粉杯在這 我先拿個雙份我把出來就好 這做工蠻好的 感覺很紮實哦 不知道機器本身長怎麼樣 這個機器蠻重的哦 33公斤 所以這樣提是提不出來的 然後呢 這次是110版本的 所以一般家用插頭就可以了 有兩個定位扣 就這邊兩個 它下面有吸鐵 它會把它吸住 它才不會動來動去 它這個木頭側板啊 旋鈕啊 都是另外升級的 待會呢 我們就從上往下講好啦 背面也蠻帥的啊 DOMO BAR SUPER VBN 電源按鈕在這旁邊 按下去 它就開始跑 那進入預熱狀態 咦 沒水 要加水 水箱在後面 這是磁吸的 這樣 它預熱要一下子嘛 那我們順便解說一下 為什麼 我要選到SUPER這個等級好不好 首先是因為它是雙鍋爐 一個負責沖煮的 沖煮的鍋爐呢 裡面有500cc 500cc你做一個濃縮 也許花到50cc吧 連續個八、九杯一定沒問題嘛 然後另外一個鍋爐是更大一點的 它是蒸氣鍋爐 有2公升的容量 然後這兩個鍋爐呢 中間有隔熱 因為你萃取的時候的溫度 跟要打蒸氣的溫度 這兩個鍋爐其實溫度不太一樣 所以它要把它割開來 所以做的滿細的我覺得 然後再往下看 哦!剛剛水箱忘了講一個 它可以外接 直接來水源 它就不用常常在那邊打開加水了 我覺得這是很方便的 這個熱水開關 蒸氣開關對不對 我跟你講哦 這個手感超好的 它煮泥的感覺是 有點硬度 然後滿濕滑的 161的沖煮頭嘛 很熟悉的 然後你聽到剛剛那個聲音了嗎 那個聲音是齒輪Pump的聲音 你的水位這麼高 然後要流出來的時候 跟水位這麼低要流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不穩定的情況 齒輪Pump之前 我們在另外一個節目有講 反正我們再複習一下 齒輪Pump就是 它水管有齒輪 用穩定的速度 把水帶出來 然後呢 再往下看 蒸氣嘴 它可以抓到四個孔 就代表它的力道 又比較大對不對 很強耶 而且很快就是乾的耶 好 再接下來往下看是接水盤 也是一樣有個浮球嘛 會提示你說 欸!水滿了 也是磁吸的哦 你放上去它就吸好了 等它預熱好了對不對 好 拖一拖了 好 有點熱 它現在好了 它這個預熱大概要15分鐘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在設定裡面呢 可以 12345677天 禮拜一的幾點可以先開機 就是每天有三個時段 你可以設定自己開關機 這個是一個沖煮的參數 溫度是幾度啊 對不對 我們點進來 哦!我要92度 沖煮頭92度 這邊有一個叫手動的嘛 對不對 點下去 它有10組可以給你設 每一組裡面呢 可以修改 9Bar 跑44秒 然後 確定 第二個階段 9Bar 跑5秒 對不對 第三個 一格一格射過來 對不對 這待會我們來 設一個好玩的 好 我們先用手動的 來實測一下 手動的話 它就是很簡單 進來 9個Bar 但是它就沒有那個段落了 對不對 或者是我喜歡 5個Bar就好 也可以哦 不一定要9個Bar才好喝 有時候 可能12Bar 也會很厲害 我們現在固定9Bar 對不對 然後其他組 待會我們來玩一下 哦! 剛剛忘了講它的尺寸 對不對 這台其實滿小台的 這個25公分吧 高42 深也不過47而已 我們直接做一個濃縮來喝喝看 它上面面板也會顯示 你現在是9個Bar 然後已經執行了多少秒 25秒 25秒 哦! 這個讓我感覺到是 可以數字控制的好處 你知道嗎 它出水量很穩定 下一杯我們來設定一個奇妙的沖煮參數 好不好 我剛剛的構想是什麼 嗯 讓它泡久一點 然後突然爆炸 大力給它出來 然後馬上又切掉這樣 好不好 看它會表現如何 好嗎 然後設定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現在來機器這邊設定一下 我們用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 最前面的我們給它壓力超級小 哎呀! 小 小小的維持個十秒 十秒 然後呢 下一步 突然來個酒吧 萃取個八秒 然後呢 又突然沒有力了 然後 這邊設多一點 這尾聲了嗎 好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設定一了 沖煮計畫一 那我們就來實做這個 看它的表現會變怎樣好不好 憋十秒 然後噴八秒 嗯哼哼 哇!爆衝 哦~~ 好!後面就只有時間到了 就可以關 一樣24秒25秒 哦~~ 哈哈哈哈 嗯~~ 口感很厚重 穩定的酒吧是比較平穩的味道 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做淺焙豆 口感會變厚一點 好!那我們來做個拿鐵好不好 做拿鐵之前呢 我有個想法耶 我們看看它的蒸氣 可以持續多久都有力好不好 哇!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哦 剛剛至少30秒了吧 它這個蒸氣量滿穩定的 而且很乾、速度很快 打一杯拿鐵應該不用花那麼長的時間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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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牛奶倒的比較少了 喝起來感覺這樣呢 嗯~~ 嘖 我覺得我那個怪怪的沖煮計畫要調整啦 但我們就知道它能耐到哪裡對不對 待會有缺點來講一下好了 先講缺點 再講優點 缺點齁 其實 沒有一台機器是完美的啦 小小遺憾 嗯~~ 它可以自動進水對不對 但是呢 它的水盤 沒有辦法接水管 自動排水 就是還是得去倒水盤 就覺得 哎呀!美中不足 為什麼就差那麼一小步 對吧 然後呢 缺點 是缺點嗎 這是好像要 你要權衡的事情 就是說 數位面板控制的 壓力呀 各種 那你看啊 有些機器是用撥桿的 對吧 數位控制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很精準嘛 所以我可以10秒 2個磅而已 然後爆沖一下 會覺得好像彈性比較少 操作手感會比較低一點 雙面刃吧 我覺得 這是缺點也是優點啦 優點是它很穩定嘛 要做出 上一杯很接近的 是很容易的 填壓研磨 不要改變太多的話 再來優點囉 剛剛那個沖煮計畫 我覺得是滿好玩的 比如說你可以設一支 專門給淺焙的 設一支專門給深焙的 假設我最近在喝3支不同的 那我可以設3種嘛 對不對 有10種 然後有幾個段你可以操作 再來呢 它的做工我覺得非常好 它這塊顯示螢幕 滿夠大的 而且觸控非常靈敏喔 資訊顯示的滿詳細的 操作的時候你可以很直接就看到 然後看 看你濃縮的狀態 然後直接看到你機器的狀態 這我覺得安心感滿好的 然後裡面的軟體設計 我覺得也是相當用心的 可以設定的東西滿多滿細的 主要會用到定時開關嘛 然後沖煮後溫度啊 蒸氣溫度啊 還有那個你沖煮計畫 你要怎麼設定啊 操作起來是滿流暢的 只是說它介面就是英文的這樣子 最後補充一個缺點 就是它還沒有上市 在台灣還沒有上市 那它可能要等電檢啊 等進口啊 各種手續 大概要3、4個月 這3、4個月有興趣的 你可以先上我們官網預訂 好不好 那個連結我也放在說明文裡面 這個DOMOBA SUPER 我覺得如果是玩家的話 有一個新的領域可以玩 對不對 那如果是商家的話 小型店家我覺得滿適合的 因為它出杯操作很穩定嘛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次見 拜拜